沪深正确交易所于2009年11月2号正式发布实施 交易异常情况处理实施细则实行 细则明确交易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技术性停牌、临时停试、再缓进入交收等措施 对交易异常情况做出及时妥善的处理 细则对交易异常情况的分类认定和处理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一是罗列了可能导致交易异常情况的原因 具体包括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、火灾或电力供应出现故障 交易及相关系统的软硬件无法正常运行 系统运行切换升级上线时出现意外 系统被非法侵入或遭受其他人为破坏等 二是明确了交易异常情况的认定标准 三是完善了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理措施 明确交易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技术性停牌、临时停试、暂缓进入交收等措施 对交易异常情况做出及时妥善的处理 四是规范了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理程序 此外系则规定 国内外已经或可能出现对中国证券市场稳定及正常运行 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或者出现其他全国性事件 应国家有关部门要求临时停试 以及相关机构在证券交易中出现重大误差或失误等情形 需要采取技术性停牌、临时停试等措施的参照细则执行